孙颖莎的最大级级出现 而如今获得了18连胜 不是陈梦也不是王曼玉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九点区 九点区咱们聊久一点 希望大家能不能在视频下方 给我点赞和关注 好了 我们言空正传 目前国平也是返回到了国内进行隔离 备战2022年的亚运会 不过对于今年的乒乓球比赛来说 三次世界大赛 可以说王曼玉 孙颖莎 以及陈梦算是打成了一个平手 目前陈梦的状态也是遭到了质疑 很多人都认为 他已经不可能坚持到巴黎奥运会了 因此亚运会将会成为陈梦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还不能够夺得冠军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王毅吉将会取代陈梦 成为女拼铁三角之一 目前来看孙颖莎是未来女拼的一姐 而且孙颖莎的排名 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位置 他与陈梦的积分已经相差不到1000分 所以孙颖莎只需要一次世界大赛就能够超越陈梦 继身世界第一的宝座 而目前孙颖莎也是被寄予了后王 刘伟良也是正在给他安排的新的主管牛链 很有可能就是陈梦和孔令辉其中之一 因为孔令辉目前指教过丁宁 李小夏以及刘世文 而前两位球员目前都已经退役了 现在只剩下刘世文一人 而且现在刘世文已经很难继续比赛了 因为孔令辉或许要重新选择新的徒弟了 不过孙颖莎最大的晋级也是出现了 并不是王曼玉和陈梦 而是日本的女拼新星张本美和 她是张本智和的妹妹 而且她在U15的世界比赛中 也是夺得了赛美金牌 更是在日本的比赛中获得了18年胜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刘国良曾经对张本智和的评价呢 那时候张本智和才13岁 击败过马龙许心 刘国良也是表示 目前的国内是没有人能够战胜张本智和的 而现在她的妹妹也是出当了级巅峰 基本可以确定了 她是未来中国女拼的最大晋敌 那大家怎么看待这问题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